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丞相和宰相不是一回事 二者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别 对于丞相来说 是封建王朝下具体的官名 而就宰相来说 是中国古代对于辅佐君主 并掌握大权的官员的义重俗称 不是具体的官名 由此 非常明显的是 丞相一般都可以称之为宰相 但是宰相不一定是丞相 宰相在不同的朝代 有不同的官职对应 具体来说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的相国与丞相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官职 而且是同时并存的 而且相国地位高于丞相 二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嬴政简灭陆国 建立秦朝 彼时 李斯被秦始皇任命为丞相 对于秦国和秦朝来说 相国 丞相都可以称之为大相 刘邦建立西汉后 汉成秦旨 依然设立相国 同时设立丞相作为相国的副手 在这一历史阶段 丞相的地位是低于相国的 不过 自公元前一年 汉还帝改丞相为大司徒 到东汉建安13年208年这200多年的时间里 汉朝没有设立丞相这一官职 这个时候的宰相 主要就是指大司徒 上书令等官职 三东汉末年 曹操携天子已定诸侯 掌握了东汉朝廷的大权 公元208年 曹操正式担任东汉朝廷的丞相 与此相对应的是 九流被建立的楚汉 也设立了丞相一职 由朱格亮担任 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就未进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 大部分朝代是没有设立丞相这一官职的 比如在诸葛亮叙事后 蜀汉就没有丞相这一官职 而费一 蒋婉等人 因为担任上书令等官职 所以也被后世称之为宰相 比如诸葛亮 费一 蒋婉 同军就被后人称之为蜀汉四相 四岁后 唐朝时期 尚书佐 又蒲叶等担负着宰相的职责 唐玄宗开元 元年713 改尚书左右蒲叶为左右丞相 南宋前到八年1172 一改尚书左右蒲叶为左右丞相 元朝时期 丞相权力过大 对于皇帝的权力形成了不小弟的宪制 等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正是废除了丞相一旨 不过 在明朝时期 内阁大学士一般被称为宰相 清朝只有那个大学士兼军姬大臣 才称得上是真正宰相 比如和珅等人 总的来说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丞相这一官职并非一直存在的 对于部分朝代来说 往往没有丞相官职 但是 对于任何朝代来说 总有人因为承担着类似丞相的工作 所以被称之为宰相 文秦怀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